動畫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就在2月22號這天 官方終於在聲放鬆的活動上 宣布了二旗製作決定的消息 從PV的預告中可以看到 動畫進度將來到小說的第三卷 暗影大人將要在全新的舞台 無法都市展開冒險 監督也在23號更新了自己的推特內容 以下是翻譯至監督給觀眾的話 哈囉大家好我是監督 這一次是非正式也沒有經過許可的投稿 要說多非正式大概就是前一天的討論 而且也與相關的人員會面 但是並沒有告知就製作主張的投稿了 這種程度的非正式 因為怕被罵所以就先逃了進行見諒 畢竟是這種時期 所以第二期的部分也討論了不少東西 但是官方沒有做出任何發表的話 我也做不了什麼 真要說的話就是現在動畫正在瑞翼製作中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今天還是能夠聊聊其他的事情 像是在官方中所沒有提到的幕後的一些事 這次的內容因為不是有被要求 或者是被委託要做的 所以也就只能用手寫 每次想到這個比起要想話題 最讓人感到困難的 大概就是用手寫文章這件事了吧 首先是有關於動畫最後登場的雪莉 這是關於某一天跟原作者 冯哲大介老師的對話 關於雪莉的事 在原作web 中也被問到了呢 是的 所以說在原作沒有的部分 卻在動畫中明確的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討論一下 嗯?現在? 嗯...的確有點道理呢 所以說 是的 冯哲老師還有什麼其他想說的嗎? 沒有 反對的畫之類的 也沒有 生氣之類的 沒有 重新畫過之類的 沒有 那麼雪莉 就那樣囉 好 於是就變成這樣了 關於螺絲 有人問到把頭髮切掉的時機不太對吧 這是真的有原因的 第一畫中羅 欸不是 666登場了 順帶連著664與665也一起登場 雖然是這樣決定了 但是當時小說只出到第三卷 所以當然角色也還沒有設計 對於重要度較高的角色 也會詢問作為原作插畫的東西老師 是否可以做出設計 以此為方向性給了老師建議 當然也不會遺漏其餘的女性角色 也有同時向老師提出需要設計的要求 於是就出現了 螺絲剪掉頭髮的草稿 想當然最後就這樣進行了動畫製作相關的作業 本來以為使用那個剪掉頭髮的設計的時機 用在最終回的話應該會相當的不錯 結果在讀完原作第四卷之後 背爆 插圖的螺絲依舊是長髮 不對不對不對這下要怎麼辦 第一話已經早就交出去了 怎麼辦乾脆直接忘記第一話的事情 在最終回把頭髮剪掉的劇情就直接刪掉好了 嗯…就這樣發生了很多事 不過這果然還是必須要問過原作者的意見 結果老師的回答竟然是 沒事乾脆原作也剪了吧 想到了一個不錯的時機 所以就變成原作來配合動畫了 結論 草圖終究只是草圖 不過這種狀況也是會發生的 關於暗影大人 有人問到暗影大人暴露了真實身份 答案是沒有 這是認真的 並不是配合動畫的演出 而是原作就這樣 從席德變成暗影的部分 並不是單純的服裝改變 而是從身高、體型、頭髮長度 甚至是眼神等等都產生變化 藉由這部分的變化加上設定 一起看的話就能夠很好理解了 也就是說這不是變裝 而是類似於變身、變形這樣的設定 所以不會暴露身份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那個世界的人並沒有辦法 瞬間就做出改變身高或體重的事情 所以在眼前的人明顯就是不同體格的人 會自然的當作不同人來看待 不過我們畢竟是從上帝視角來看 不僅僅是聲音跟形態 甚至是變身過程都看了 所以能夠很自然的了解 這就是所謂的當局者迷、旁觀者親了吧 雖然是這樣說 不過還是給暗影追加了之所以 不會暴露身份的理由 不過如果出現因為某些原因 而不能戴上假面的情況 也有為這種狀況做了相應的準備 女孩子的部分 戴上深色的假面變成統一的造型 就像暗影大人一樣有著不起眼的外型的話 就不會這麼容易暴露了 原作雖然有戴上假面 不過原作是原作 要是看動畫的話 只要看到髮型馬上就會暴露身份了 因為這樣所以除了假面之外 額外再加上了斗篷一起將臉隱藏了起來 不過Shadowgarden露臉的時候 只要總是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 就沒有問題了呢 像是第二畫或者是第四畫 以上就是來自監督中西河野的投稿 看得出來監督真的是很尊敬原作者的意見 只是沒有想到原作者 馮澤大介老師意外的像暗影大人一樣隨性 我都有點懷疑監督問到雪莉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才剛想起來有這個角色 問到羅斯的時候才發現斷法是個不錯的設定 回答方式也堪稱實據點王 害監督以為自己搞砸了 我只能說 SASUKA SHADOU SAMA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感謝收看 那麼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